今天大家心情好嗎 今天來介紹我的身材工具 他可以 幫我帶來錢財的工具 然後這個不是修摩托車或修汽車的工具這是 用頭髮工具 然後這個的話 如果用韓式髮跟燙的時候 可以用到這個 可以用到這個也可以不用用到這個 看設計師當下決定要不要用這個 來做韓式髮跟燙 對然後這個的話 比如說幫客人梳 幫客人催整造型的時候 也可以用到比如說他的髮型頂部需要比較膨 或是客人的頭髮 可能比較稀疏或是可能比較細 易扁他的 都可以用這個 幫他髮根撐膨會比較自然一點 以前的話 沒有的話 都可能用卷子 用卷子 卷上去 然後讓髮根 膨 對然後現在不一樣的話 現在不一樣現在就用插電的 這個就像電棒卷 或是離子甲的原理 只是他的造型不一樣 然後我這個是買 14mm的 這個 圓形的粗度是14mm的 然後他有到18mm 16mm 然後12mm的 對然後是買中間14的 14的我覺得比較好用 對然後 這個的話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 做韓式髮根探的時候需要用到這個 也可以不需要這個 當下看設計師的 要求程度 要求自己的髮型完美程度到哪裡 到哪裡 因為韓式髮根燙的話 沒有像這種卷子 你燙的 這就是第五代最新的 韓式髮根燙的卷子 他是用夾的 以前都是用扣的 對那現在用夾的話 夾上去的時候沒有 這個會有一條線 我們的髮根會有一條折痕 然後這個就是來專門來處理折痕的 把那個折痕那條線給夾掉 或是 把他那條線給夾掉 那不明顯一點 那不明顯一點 那有的設計師會覺得說 反正 那條線 要比較近的看才看得到 所以他可能就覺得啊 我不要用這個 那有的設計師他要求比較完美 他要求比較完美 他要求髮根的自然燙起來的蓬鬆自然度要非常的自然 他就會用這個 把那個中間那個折痕 給夾掉 所以當下就看設計師 那 那 的設計師的決定 那 我的話 是會操作 把那條 橫槓 燙的時候會一條 一條橫槓給夾掉 我覺得會稍微比較自然一點 稍微比較自然一點 但是那條橫槓的話 已經做到第五代了 那條橫槓其實已經不明顯了啦 除非你真的是 很靠近人家的頭皮看啦 不然的話 以我們正常對話的距離 以我們正常 啊 聊天啊 或是吃飯的一個距人與人之間 一般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的話是看不太到的 是看不太到 所以我才說 這個 也可以 在燙法的時候 韓式法跟燙的時候用 也可以不用 就當下 決定就好 當下決定就好 那 如果我在燙的時候我覺得那條橫不明顯 或是說 只有一點點而已 其實 我可能就選擇不會用這個 就可能不會選擇不會用這個 然後這就是我新的身材工具的介紹 新的身材工具的介紹 就這樣子囉 拜拜 喔對了 我好像忘記 這隻的生產國家 他生產國家的話 KO 開頭應該是韓國 這個是韓國製的 然後也有大陸製的 我現在目前只看到有兩個國家一個大陸一個韓國 那我選擇韓國 對我選擇韓國 然後 這下就是說 題外話 韓國這個紙盒子啊 還蠻有質感的 跟大陸 的紙盒子 跟大陸的紙盒 還有台灣的紙盒 摸起來的觸感 還有他的那個厚度啊 硬 厚度還有硬度都不一樣喔 不一樣 韓國的 就感覺 比較精緻一點 雖然我常常幹掉那個 韓國三星但是 韓國的優點該誇獎還是要誇獎 因為畢竟要公正一點 然後這就是我題外話 他的 紙盒子質感還不錯 韓國字 呃我要稱他是那個 法根燙 法根 法根燙吧 就這樣子 拜拜 拜拜